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麦玉杰小麦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小麦的健康笔记 还是要不厌其烦来呼吁一下大家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可以在YT搜寻 然后呢找到直播影片之后呢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还有多留言 刮痧第一个工具很重要 要怎么拿 像我们刮痧板是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拿也可以这样拿 看你要怎么刮 像我们如果要刮我们都卖这里 或胆筋这边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患者 微微低头 那这时候你可以在我们要刮的地方 上一些戒指 我们的这个婴儿油 火腿拿油 那这时候用你的这一只手 拿我们的这个刮痧板 跟我们的皮肤 或者是我们要刮痧的地方 呈45度角 这样轻轻的刮 你看小麦没几下就出痧了 可是不痛耶 对 所以我们说刮痧不要用蛮力 也不用来回 你就顺着这个轻松的刮下去 会出痧的 轻轻的就出痧的 再者很重要哦 我们耳下 拉一条纤锤线 到我们肩膀这里 往前 你去触摸 这边有动脉 千万不要去刮它 因为动脉有些时候 你刮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栓哦 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刮 有些地方千万不要刮 不要拿起刮痧板 就全 随便刮一通 今天节目当中呢 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中医师郭大伟 郭医师 大家好 我是郭大伟 郭医师 好今天要请这个郭医师 来帮我们聊一下刮痧哦 其实很多民众哦 尤其现在夏天到了 会觉得说哎 中暑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刮痧 另外呢 也有很多人会透过刮痧来养生 不过其实在刮痧的时候呢 好像有一些注意事项 另外刮痧的好处 到底有哪些 今天就要请郭医师 好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我首先请教一下郭医师 到底什么是刮痧 其实刮痧 不管是我们医疗人员啊 或者像我们的 房间里面的一些阿公阿嬷 甚至到学校的老师 或者像一些带运动 选手的一些教练 他们其实都知道 什么叫刮痧 那刮痧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其实痧它是一个病理的现象 那病理的现象 存在我们的经络输血 以及我们相应的一些器官 包括五脏六腑里面 包括像这种气血弹湿的组织啦 或者像我们经络的瘀组啦 或者我们常常有句话说 气 呃至血瘀则百病生 那气血通胀则百病不生 那刮痧就是透过我们特定的一个器具 那抹上一些戒指 不管你是用凡事磷啊 或者是按摩油啦 那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器具 把身体的这种呃 气血瘀组 弹湿组织或者一些血气 从我们的这种体内 把它通透到外表的 这样一个过程把它称之为刮痧 嗯那郭医师我想问一下 刮痧的时候我在刮 那我会出现一些 这个小红点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为血管被破坏吗 我们把它称之为刮痧 或者是刮症 或者一些人会呈现一个刮片 嗯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颜色来区分 那这样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个气血组织的一个表现 甚至表示说我们身体里面 可能有一些瘀血啦 或者曾经有一个受伤 那才会透过我们这个刮痧 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但是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不一定要有这个痧出来 才称之为真正的刮痧 因为有些人怎么刮都刮不出痧来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刮不出东西来 就表示说哎我的身体没问题 其实并不是这样说 有些人可能比较壮硕 他的皮下的脂肪比较厚 那有一些人比较气虚 比较血虚 甚至像气虚阳虚的 他你怎么刮都刮不出来痧 但并不表示你这个人就是健康 没有什么病痛 而是应该是说 透过我们其他的方式 可能中医师的望闻问切 来浅方用药 可能也就是不太适合刮痧 那反之的话我想问你 如果是我刮出来的痧越多 就代表说越有效果吗 但应该不是这样说 不是用我们刮痧出来的 这种痧的多寡 来判断你这个症状到底严不严重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 包括像刮痧的颜色 颜色比较鲜红 表示这个属于热症 颜色比较暗黑 表示这个是属于淤症 淤太久了嘛 像有些人可能中暑 刮痧出来 透非常鲜艳的红色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他长时间的运动 造成一个老损 或长时间熬夜啊 可能一个人要轮三班 有些人可能白天有工作 晚上要去肩栽 你会发现这一类的患者 这些人群他刮出来 他都属于比较暗黑色的砂 表示他这个症状 比较持久一点点 再者如果有些人砂 是属于这种点状分布 表示他这个砂 是属于所谓的表症 有些人的砂 随便刮都一整片一整片的 呃呃呃呃呃呃呃这样子 或者有些人就很像被打到一样 整个瘀青起来 表示说这样的一个砂 是属于所谓的这种理症 也表示说我们从表症 理症的区分 他的症状是属于最近开始的 还是已经有来已久的 哦好那我问一下郭医师 呱呱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其实呱呱最好的好处 就是说他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其实在非常多的 这个实证医学里面表示说 其实他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疼痛的感觉降低 透过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的增加 哎来把我们身体这样的酸痛 把它减缓下来 顺便透过一个所谓的闸门理论 他可以提高我们疼痛的阈止 也就是说哎你下次一样的情形发生的话 你就会发现哎 好像透过刮痧完之后 我下一次再来做运动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肌肉酸痛 没有这么容易出现 或者是说透过刮痧 哎我的暑气可以往外透出去 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啦 或者像我们一般在 这种办公室里面的一组 你成天就是关在冷气房里面 那可能出到我们办公室外面 天气又很炎热 在冷热交替之下 你会发现有些时候 可能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啦 闷热啦恶心啦想要吐啦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刮一刮我们的这种 膀胱筋啊胆筋啊 甚至我们刮一刮的脾胃 你就会发现刮完之后 身体比较轻松 表示可以透过刮痧 能够让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这种 邪气往外透达 透达完之后 我们可以症状得到一个 比较部分的减轻 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比较严重 还是要在刮痧完之后去找 你的合格的中医师 所以或者是你可以信任中医师去开药 这样其实可以达到整个病痛的缓解 所以这样子说巧 听起来哦 就是说一般民众只要想到就可以刮痧 它可以当成一个是日常的 调理跟保养吗 其实小麦说的没有错 它其实是一个预防疾病的一个方式 当然它也是可以用来 治疗的一个工具 但并不是说你任何无时无地 无时无刻无地都可以刮 有些说我们可能有一个重点嘛 包括像你今天你觉得睡不着 你可以刮一刮 那肌肉比较舒缓 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入睡比较容易 但是什么时候该刮 什么时候不该刮 有些时候可能问一问你的中医师 了解你的体质 来判断 到底我们刮痧可不可以重复 或者同一个地方可不可以反复性的刮 所以说有些人他常常会腰酸背痛 像是上班族 或者是你常常有在运动的人 也适合刮痧啊 对 所以我们常看到在有一些运动场上 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运动防护员 那运动防护员他不是只有帮你做推拿 不是帮你做松筋 有些时候他可能会带上一个刮痧板 做一个立即性的这种酸痛的解除 包括像有一些这种选手 在大热天底下去做运动很容易中暑 他在颈部刮痧可以得到这种热气 可以往外透打 那你可能急剧的突然之间这种拉伤 他除了帮你做复健完之后 可以在我们肌肉上面做刮痧 刮痧完之后发现肌肉这种比较放松 甚至有些时候你可能在肌肉的地方 你可以解决这个疼痛 让这个选手可以再进一步下去比赛 甚至有些时候你可能透过刮痧完之后 他表现会更好 那有哪些人是不适合刮痧的 小朋友可以刮吗 其实只要有这个症状 有这个适应症就可以刮痧 那我们来先讲哪些人不能刮痧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一般人都可以来刮痧 包括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本身的气度比较虚 可能长时间的睡眠不好 那长时间在熬夜 你会发现这些人怎么刮痧 他的颜色都非常的深 甚至有些人刮完痧说 特别容易疲倦 那这些人我就会先建议 他可能先要找中医师 或把身体的气补补起来之后 他才进行刮痧效果会比较好 第二类的患者表示说 他如果本身就有拧血功能的问题 包括像取消板功能比较不好啦 那可能透过刮痧的时候 可能会破坏他表面的微血管 造成这种瘀血一整片 或者就有些人刮完痧之后 血肿比较明显 这些人不太适合刮痧 或像有一些人 肝生功能比较不足的 他也可能造成这种血液 这种造血功能的问题啦 或像我们肾脏里面有一个 EPO 烘血有生成素的不足 也很容易造成这种瘀血 或者是说宁血功能障碍 那像有一些人本身有 溃烂性的伤口也不太适合刮痧 或像有一些这种糖尿病的病人 那有些可能就是你在刮痧的时候 用力过猛 倒是我们的皮肤有些溃烂 也很容易 因为他的糖尿病控制的不好 导致伤口愈合不良 引起后面的一些这种伤口处理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刮痧的时候 可能像问这个患者 他本身的状况怎么样再去刮痧 不要说你好心啊 搬一个路人刮痧结果出了问题 结果反而变成这种工轻辨势组啦 这样也不太好 那哪些人比较适合刮痧 包括像你长时间可能在外面跑工地的啦 或者像办公室一组啦 这一队人非常适合刮痧 而且这一队人啊刮痧完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痧的颜色一定非常的深 对那刮完之后他都会跟你说 哎我平常那种头重脚性的现象啊 恶心呕吐的现象啊 甚至有些人会跟你说 我只要到了这个天气 或者是说在外面跑了一整天 我都觉得我食欲不开 你都发现他透过刮痧完之后 这些症状都会改善 会像有一些小学生啊 他可能就是长时间都喜欢在外面跑跑步啦 这种不太喜欢喝水 那他透过刮痧完之后 也可以缓解掉他这个暑气 或像有些人像小麦啦 长时间做办公室 或者买手在这种电脑前面 这一组其实他的肌肉 会变得比较容易酸痛 包括像我们的背部会变得比较紧绷 那因为我们的颈部 常因为要打电脑看手机看稿子 那头会往前 早知我们颈部僵硬 其实这时候在我们的颈部部位 我们把它做一个刮痧 或者像有些人工作完之后 绝对没办法这种专注 我们可以在眉心这边刮刮痧 让他这种 让他这个精神可以比较聚精会神 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治疗的作用 以及预防疾病的作用 医生 那那个孕妇跟癌症患者 适合刮痧吗 这两类患者其实都可以刮痧 那我们要看他的症状是什么 像有一些孕妇啦 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这种知识 像有些孕妇等很大的后期 因为这个肚子越来越大 然后鼻鼻往下通过我们的骨盆 然后造成腰痠背痛特别明显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长时间的 坐着没办法动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让他 背部刮刮痧或颈部刮刮痧 但是像有一些孕妇 我们都会说肩膀不要动 肩颈却不要动 为什么 因为肩颈却这边容易下气 下气的话很容易造成这种 这种烙梯啦 这种流产的可能性 因为这一类妇女 这种孕妇那如果本身气比较不足 你在肩颈却这边一给他比较大的刺激 他其实很容易造成这种胎痛不安 或像有一些人好不容易怀上一胎 那有些说你是好心 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不可 这种弥补的一些错误 或像癌症患者 他如果本身这种气比较虚 是不建议刮痧 可是他如果比较属于这种 刚放化疗过后 身体属于一个灶热的状况 我们说这种放化疗之后 他会伤阴嘛 伤阴口干舌燥 他可以在我们喉咙这边刮刮痧 他可以生经止渴 或在颈部这边刮刮痧 他可以造成我们颈部肌肉的放松 其实都可以的 那我想问一下医生 其实关于刮痧 虽然是这个很多人 都有在从事的一件事情 但是蛮多人也是会有一些 这个担忧跟害怕 有人说这个 所以刮痧会脑中风 那就要看你刮哪边 我们说有一些禁忌区 包括我们耳垂 拉一条牵垂线到我们肩膀 这边有个危险三角区 为什么这边是我们颈动脉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刮 因为有些人可能本身 长时间的高血压 长时间的胆固醇偏高 导致他血管硬化比较明显 那有些时候你不知道 不明就里头从这边刮痧 有些时候可能到这边的 这种酸子的掉落 那这种血栓跑到哪里 就塞到哪里 往上跑到我们的头脑 变成脑梗塞 那如果你跑到 从我们这种心胞筋的地方 心筋的地方给他做刮痧 有些时候可能这种血栓 来跑到我们心脏被筋肌梗塞 所以还是要去看我们哪个地方 需要刮痧 那刮痧的地方 一般都属于所谓的这种 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 或者肌肉比较紧的地方 那尽量找大肌肉的地方 颈部啦 手臂啦 或我们常常运动 会运动到的地方 肩颈 腰背 大腿内侧 大腿外侧 小腿内侧 小腿外侧 不过像我们的小腿这种 筋骨前 骨头的地方 你不要去刮痧 当你在刮筋骨前的时候 就很像刮骨疗伤一样 必须我们不是关公 不用做到刮骨疗伤 尽量刮肌肉丰厚的地方 因为痧是出现在 我们的肌肉的地方 不是出现在骨头的地方 郭医生那我刚刚听你这样讲 就是说两边耳垂下面 这个三角区域是建议不要刮 到我们肩膀这个地方 这边三角区不要刮 那平常按摩也不要按这个地方吗 尽量不要按摩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危险地带 对所以像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会去做处诊 看看我们的颈头脉跳动的状况 怎么样啊 摸一摸我们甲状腺的地方 这也就属于我们很重要的 一些血管跟内分泌的地方 尽量不要刮 那除此之外的所有地方都可以刮 像是你刚刚提到眉心也可以刮 眉心啊太阳穴啊 甚至像头皮都可以刮痧 头皮都可以刮 对有些人头皮轻轻的刮痧 其实我们头皮也会出现杀症 头皮也会有杀症 对像有一些可能就是像那种 比较紧绷的人啊容易紧张的 像这种律师啊会计师啊 甚至像主播啊 这些人每天用啊 用得非常过度 其实啊你就用这种我们的梳子 或像头皮抓一抓 甚至有些人轻轻的抓 就会出杀 好那我问一下郭医师 怎么样才叫做正确刮痧 因为刚刚我同事有跟我说 你会刮跟不会刮 其实刮出来的感觉差很多 对像我们在坊间 有些患者来针灸来治疗 我们跟他说好啦 让医托要趴着 一看到这个患者背部的刹 大概就可以判断说 是谁帮你刮的 到底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像有一种叫做所谓的外劳刮 就是我们所谓这种外配啦 或者像有些家 工厂里面有一些这种 外籍的这种工人 他们在刮刷 刮那种鱼骨型的 中间脊椎刮一条线 然后顺着我们的这种肋骨一刮 你一趴下来看到这个患者 鱼骨啊你一定是外籍人士 帮你刮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喜欢刮的 鱼骨状的 那如果像阿公阿嬤刮的人 非常用力 哇你一定是你阿公阿嬤 帮你刮的 那如果专业人士刮 我们要看 这个酸痛在哪里发生 我们可能会顺着筋多 顺着胆筋 顺着督麦 顺着膀胱筋 顺着膀胱筋 顺着小肠筋这样刮 但是只要轻轻的出杀就可以了 只要有轻轻的就可以 并不是说随便刮都会有功效了 甚至有些时候你随便刮 刮出的问题 其实你的喷嚇还是怪你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在一整天当中 比较适合刮痧的时间点 有人说正中午的时候 由于很热 所以不适合刮痧 早上的时候比较适合吗 其实刮痧的时间都可以 但是最主要在于说 当你刮痧完之后 你一定要保暖 其实刮痧完之后 我们的毛孔大开 这时候不要对着电风扇吹 所以不要在那种空调 这种风口底下去吹风 因为我们常有句话说 风从紧后路 喊从脚底深 这种刮完痧之后 是我们的毛孔 透达是最好的时候 这时候不妨冲个热水罩 或者是说喝个温热的开水 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 它可以帮我们身体做解毒代谢 这样其实会让刮痧的功效更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刮痧 其实刮痧 第一个工具很重要 要怎么拿 像我们刮痧板是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拿 也可以这样拿 看你要怎么刮 像我们如果要刮我们 督脉这里或胆筋这边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患者 微微低头 那这时候你可以在 我们要刮的地方 上一些戒指 我们的这个婴儿油 火腿拿油 那这时候用你的这一只手 拿我们的这个刮痧板 跟我们的皮肤 或者是我们要刮痧的地方 呈45度角 这样轻轻的刮 你看 小麦没几下就出痧了 可是不痛耶 对 所以我们说刮痧不要用蛮力 也不用来回 你就顺着这个轻松的刮下去 会出痧的 轻轻的就出痧了 不会出痧的 你刮到天荒地老 他就是不会出痧 你看 非常明显的刮出痧了 这叫痧症 所以可以看到 小麦他的这个痧是属于鲜红色 表示这样的痠痛啊 是最近的 那再者看他这个刮痧的痕迹啊 他多久才消退 如果他在两三天之内就消退 表示说他肌体的恢复能力非常好 像有些人长时间熬夜 你就发现他的痧症会退的非常的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从 都麦移到我们膀胱经这里 那这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到这边 所以你可以把你有刮痧板 直立起来 顺着这个刮下去 也是一样 45度 你看 也没几下 就红了 那医生我问一下 就是我出刹之后就可以停了吗 对 出刹其实就可以停了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慢慢的往旁边 譬如说我们都麦这边出刹了 你可以把我们的刮痧板移到旁边 胆经的地方 胆经的地方 没有几下也出刹了 再者很重要哦 我们耳下 拉一条牵垂线 到我们肩膀这里 往前 你去触摸 这边有动脉 千万不要去刮他 因为动脉有些时候 你刮的时候 造成我们的这个血栓哦 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刮 有些地方千万不要刮 不要拿起刮痧板 就随便刮一通 那你看 小麦主持人 你看他的痧这么的严重 这是很常见在 长时间要用电脑 长时间低头的患者身上 那如果刮完痧之后 这边用个热毛巾 给他敷一下 那回去工作的时候 麻烦用个小毛巾 把我们刮痧板的地方 把它遮住 再者我们现在要介绍 平常啊 一般人最容易痠痛 发作的地方 手搭肩膀 在我们的这个小长巾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 天冲穴这个地方 有些人常常会胸口闷啊 在夏天的时候啊 这时候不妨 在天冲穴这边刮一刮 有没有发现 也是红了对不对 有没有 表示说他长时间用电脑打电脑看手机 那有一些孕妇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天中穴 天中穴啊本身可以用来回乳 比如说他的本身的乳汁不多啦 你这边刮一刮 他就会跟你说 下午挤出好多乳汁 或有些小女孩他想要丰胸 其实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丰胸的好穴道 或像有些男生喜欢去做健身 他发现胸推的时候推不上去 这时候啊 健身完之后推一推这个 小肠筋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 下次要握推的时候 那力量都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全身上有非常多 可以刮伤的地方 那麻烦都请比较大的穴位 比较大的肌肉 包括像我们独脉 膀胱筋 还有这些小肠筋 像我们手的这边 阳明筋啊 少阳筋 其实都可以刮 那千万不要刮在骨头上面 找肌肉丰厚的地方刮 像手也可以刮啊 这样刮啊 那你如果不懂的肌肉的走向 麻烦你就顺向这样刮 同一个位置 往由上往下刮就好了 千万不要来回刮 来回刮是大忌 对没有错 像头皮其实也可以刮 像如果你像我们夏天的时候啊 容易头昏昏脑顿 常常觉得 怎么这种录剧里面常讲的 头脑不好使 这时候麻烦拿起刮沙板 也不用擦什么润滑油 都不用 顺着我们这个头发的方向 由前往后 这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 刮沙板的底下 你会感觉到有颗粒一样 这个颗粒一样 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气节 气节在哪里 我们的瘀就在哪里 所以你看 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在刮沙的时候 知道说他的侧面 少量胆筋的地方 都非常多颗粒 表示他平常啊 用脑过度 那我这个颗粒 就是要把它顺开吗 对我们就把它顺开 顺开完之后 他就会觉得说 哇头脑好轻松 慢慢的刮 刮到我们这个 都慢的地方 或者在我们百灰穴的地方 你可以转过来 在这边用点按的方式 按压他的百灰穴 对 他从这边带过来 他的胆筋 膀胱筋 往下刮下来 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 可以让亲立我们头目的 这样的一个好方法 好那另外 如果说我想要等到 下一次刮沙的最好的时间 是要等原本的这个沙色 全部都退了之后再刮吗 对小麦说的没有错 基本上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刮沙 然后我们看到原本的沙症 退完之后 我们再刮第二次 不然像有一些人 反复性的刮沙 反而会造成我们局部肌肉 或者是说这种组织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纤维化 你会发现这个患者怎么 他的皮越来越厚 你就会问他说 是不是反复性的刮沙 刮完之后 你会发现他整个背部 好像穿那个盔甲一样 他的皮跟他的肉 是可以分离的 那有没有说这个 一般来说这个沙色 大概两三天就会消退 如果说我超过一个礼拜 都还没有消退 所以就表示说 可能刮太大礼了 是不是 小麦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可以从 这个病人身上的沙症 退的速度 来判断他的身体的好与坏 像有些人他的代谢好 他的精神状况不错 他睡眠的非常好 你会发现他的沙退的非常快 表示他身体 对外界这样的一个 风寒弹湿邪气 他驱除速度非常的快 他身体恢复速度也快 但有一些人刮沙完之后 你会发现 一样的一样的刮沙的时间 他的沙每次都要等两三个礼拜 才慢慢的消退 你会发现 这一类人肯定是 长时间睡不好 长时间熬夜 或者他的饮食 喜欢贪凉迎冷 导致他身体的循环变差 即便是我们透过刮沙 要让他的身体血液循环变好 但是他可能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饮食习惯 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 导致他这个沙消退速度非常的慢 医生刚好帮我们先简单谈到一下 这个刮沙完之后最好要保暖 然后可以洗个温热水澡 然后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那在刮沙完之后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提醒民众 包括像我们在刮完沙之后 然后不要贪凉引冷 那像刚刚小麦讲的 多喝一些比较温热的饮料 包括可以喝一些补补气的茶 那我们茶饮里面可以放一些枸杞 红枣啊 甚至我们想讲的人参啊 可以提升我们的振气 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再者抛个热水澡 甚至有些时候抛个脚 让身体暖暖 再者就是说 当你刮完沙之后啊 局部也可以做个热敷 或者像我们刮完沙之后 局部可以做一个 配合一个按摩 你会让这样的一个 这种刮沙的功效更好 当然刚刚小麦有讲到说 什么都可以刮沙没有错 但是刮沙的工具非常的重要 工具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 所以我今天有带这个汤匙 汤匙好像很多人也会用 另外呢 就是比较普遍的 有这些刮沙板 其实这些工具都可以吗 对我们说刮沙 它一刚开始从哪里 从鞭石疗法 就古代它可能没有这些 这种器具 它不知道什么叫 这种刮沙的方式 那一刚开始用一个石头 把它削的扁扁的 用这样的一个石头 这是我们预作成的一个刮沙板 那其实在古代 它真是会鞭石疗法 鞭石疗法 其实把它做成一个 很像类似这种刮沙的工具 它有一个比较这种圆润的地方 透过这个地方可以做刮沙 像有一些上年纪的这种 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长者 他好心会帮你刮沙 可能家里面有一个陶瓷的这种 汤匙 那汤匙的面你要看看 仔细看一看 它有没有一个缺口 那如果缺口的话 这样就其实很容易造成伤害 那如果像是 它是圆润的这一端 其实可以用来刮沙 所以你说陶瓷的比较适合 对陶瓷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它只要是圆润的 那你要注意它有没有缺口 那只要是圆润 其实可以用来刮沙 如果能够因地制宜的话 但是如果你本身 就有专业的这种刮沙工具 那更好 包括像刮沙板啊 或像有一些 这边会有一些凸起的 其实带有一点 这种经络穴位暗 这样一味道在里面 像这种凸起的 对对对 就是也很适合这种 那其实我们会对应不同的地方 譬如说像这个 就比较大的这种肌肉面 像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小的 哎侧面 对或像这里 你可以用点按 点按 对或像这里 我们可能会用太阳穴 这里轻轻的刮太阳穴 你可以做一个 绕圆圈的方式 也可以做点按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刮沙的工具 其实也可以决定 我们这一次的刮沙的功效 好或不好 好那另外戒指的部分 问一下医生 其实只要是油状都可以嘛 包含青草油乳液 婴儿油等等精油 还是说各自有不同的功效 当然是像凡士林啊 婴儿油这样是最好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这种辣辣的一个感觉 像有些人皮肤比较娇嫩 你用像这种青草膏 万精油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说 越刮越热越不舒服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会先看看 这一个患者 他其他皮肤的状况 如果你要帮他刮沙的时候 你看他皮肤 其实没有一些像这种蟹竹种 或他曾经没有过程什么干咸 或者像异味性皮肤炎 或者像玄麻疹 其实你可以用一些这种 像有凉凉的一个感觉的 这种乳液 那如果患者他本身 他就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你就用一般的像凡士林 婴儿油就可以了 那对于小孩子 千万不要用具有这种蜡性的 或会热的这样的一个戒指 像小朋友就用一些乳液 或婴儿油就可以了 那对小孩子 但是对长者对这种比较体质壮硕的人 我们用的力道也会不一样 再就像我们刮沙的时候 你的方向也是很重要 包括像我们对于我们的肌肉地方 一般都45度 45度 或者你自己要刮 我们说刮沙不求人嘛 你可以自己这样拿着 顺着我们肌肉地方 45度这样刮下去 对 或像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起床的时候 他觉得精神不好 那这时候你就垂直 对他人中按压 他有提神的作用 或对着我们的这个百慧 90度这样子按 或这样子刮 都可以 那医生刮的时候 不要这样上下重复来回 尽量同一个方向是吗 对我们说 他有顺筋 有密筋 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 什么是筋络 那没有关系 你就单一个方向 对你不要来回刮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你有筋络的概念 或者是你知道什么 叫做养生的方式 你可以顺着这个筋络 譬如说我们的肺筋 是从我们的手 从我们的胸走手 那你要补的时候 就是顺筋微卜 逆筋威胁 他本身有咳嗽啦 或像这种咳嗽有弹声 这个弹很黄 这时候我们要把肺热 把它卸掉 那么是逆着筋络这样子 那如果他肺气比较虚 那我们要补他的肺气 当然顺着筋络往下 是所谓调补的一个作用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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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ùng订阅